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广泛关注与警惕 杨建立昨天特别发文 解释自己申请入籍的故事 据文章讲述 杨建立在1983年 与北京师范大学攻读数学硕士期间加入中共 1986年赴美留学填写签证申请表 在回答 你是否共产党员这一问题时 他填写了不是 杨建立解释说 之所以选择这个不诚实的回答 原因是 当时公职人员申请美国签证时 国家机关外事部门 要给予培训和指导 其中一项指导就是不要在申请表上 承认共产党员的身份 一旦承认党员身份就会拿不到签证 他说 我们还被告知所有的人 都是这样处理的 这是一个普遍的行为 这的确是一个普遍行为 到目前仍是 成千上万的中共党员 在申请美国签证 移民最后规划入籍的过程中 隐瞒了中共党员的身份 杨建立在1992年获得美国绿卡 最近 他决定申请入籍美国 在移民官面试时 他主动提到 自己当年隐瞒共产党员身份一事 这之后 美国移民局拒绝了杨建立的入籍申请 杨建立在文中说 这件事不但不会让他憎恨美国政府 反而坚定了他对美国法治和民主的信念 未来他将通过法庭争取获得豁免 美国移民局上周五发布政策公稿 禁止任何共产党员 集权政权 或者与组织有关的人 申请美国移民身份 如绿卡等 在这种背景下 杨建立的故事被具标志性及警示性意味 的确如他所说 目前拘留美国的中国及华人中 有大批曾欺骗美国移民局 隐瞒中共党员身份 这颗深埋的地雷 是否会被引爆 一旦引爆会将当事人带入怎样的处境 当事人是否可能提前规避 这都是备受关注的话题 海外时平原市张杰认为 美国禁止中共党员移民 是威力强大的精准打击 而且这指禁令是美国第一次将中共作为极权主义政党 蓬佩奥还将中共称之为威权主义 政治学家阿伦特认为 极权主义就是反人类 反人性和反文明 所以 该禁令实际上将中共定义为犯罪集团 很难被视为巧合的是 就在美国移民局公布上述新政公告的前一天 美国共和党众议员佩里 Scout Perry提出一项法案 要求把中共认定为有组织的跨国犯罪集团 一旦法案通过 美国未来可以用RICO法案实施制裁 纽约移民律师叶宁 将这两大动作结合 对自由亚洲电台分析纸 对于共产党员的相关禁令早就存在 但美国政府近日强调这项法规 显然有从原执法的意味 作为一个重要的法规而专门强调 这本身就是件大事 我认为美国在通过立法 把中共列为跨国犯罪集团之前 先重申一下移民法中关于共产党的禁止条款 将其加入这个新指南并严厉执行 应该是在未雨绸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兹